原地实验室胡哥来测试 各位观众特别是做父母的 如果您学龄前的小孩 出现了这样的发音方式 说飞机变成灰机 吃饭变成出饭 公公变成东东 还有穿着鞋子 发音成椰子的话 小心 这可能是构音异常的症状 什么叫做构音异常 构音异常该怎么样诊断 怎么样治疗呢 跟着我一块到 儿童语言治疗室去做了解了 整理师针对构音异常 我们来怎么样来做治疗 胡哥我们今天就让您来体验 待会我们请我们的语言治疗师 来教您如何做一些口腔 运动的训练 还有一些发音的治疗 好 我们来做体验了 好 一个人之后 我现在就要做的是 构音异常的治疗了 雨林要知道是麻烦你 我们分为几个部分要来做 我们主要会有六个部分 来做体验这样子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做一下 听便的练习 听便练习 对 那我们一刚开始 会让小孩子做一下 就是他对于就是听 有没有可能去区分 我们大人所说的话 好 如果小朋友他在某一些分贝 听不清楚 或是某一些频率听不清楚 那这部分就会 他就会一直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会发现有些病人 被找出原因之后 其实佩戴助听器之后 其实恢复得还不错 胡哥你看这 这边有可能有四样物品 对 那我们先选最难的 给胡哥体验好了 这个部分可以训练就是 小朋友在呼吸的稳定度 他要持续地吹气 那等一下胡哥你吹气 然后让球持续地维持在天空中 持续在那边漂浮状态 对 漂浮状态 来 吹大力一点 很好 我们再继续喔 好 再加油喔 请胡哥说喔 T 对 很好 那请胡哥说 这个紫色的部分就好了 T 好 你看这有两个结合音 这两个结合音 这个先T 然后T 两个结合音 再带来第三个 腿 很多家长都听习惯小朋友不正确的发音 其实他都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他们其实不会发现 我们还蛮多其实都是幼稚园老师 或是其他的 像是去打疫苗的时候医生请他们过来 是因为毕竟他们不是跟他常相处的 所以他们就会发现 你讲话我听不懂 那或者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说 那会老师观察到说 他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其实不是他人际关系不好 是因为他讲的话 小朋友听不懂 当小朋友的语词的部分 都念得正确的时候 我们大家挑战更难的嘛 遥口令 对 这个遥口令我会不会太难吧 各位观众 我跟你讲 这个遥口令念清楚了 你就可以当主播了有多难 来看一下 红鲤鱼 这怎么念啊 红鲤鱼与你 你与绿鲤 红鲤鱼与绿鲤鱼女与驴 红鲤鱼与你 你与绿鲤鱼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你与驴 这时候就给小朋友鼓励鼓励 小朋友念到这样 我可以当小小主播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四个 应该讲四大动作 吹吸填咬 口腔没有去做咀嚼训练 它的舌头跟口腔连滑度就不够 那牙齿咬合可能也不是那么成熟 所以其实就刚刚提到 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要发音的器官 都会影响到小朋友讲话的一个发音的正常 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教你们发正确音的位置之外 这其实都是在家里可以自己去做 你透过你让你的发音的器官够灵活之后 我这样讲话才会比较更清楚一些些 好 谢谢语言治疗师 给观众特别做家常的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构音异常现象 赶快带来所有六大部分的治疗 能够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发音方式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让小孩子能够更有自信的 在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好 我们今天体试验室体验完成